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呢,模擬市民4推出一款新的組合包 叫做幼兒組合包 那是一款以幼兒為主題的物品包 那在這個物品包當中呢 它有一些新的幼兒服裝、幼兒髮型 那還有一些新的幼兒可以使用那些丸子 還有一些戶外的遊樂設施 像是溜滑梯啊,還有那個球球池這些類的東西 那這個組合包啊,就是基本上呢 它裡面的東西全部都是為了幼兒設計的 所以它基本上算是沒有什麼大人可使用的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組合包當中 都有什麼幼兒的髮型還有衣服吧 那我們一樣,幼兒部分呢,我們男女一起看 那真的感覺小朋友其實不太需要分男女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都有哪些新的髮型呢 這邊有6款新的髮型 第一款是這個 哇,這是毛蝴蝶子的嗎? 這太可愛了吧 而是這個蝴蝶子啊,它是上下掉的蝴蝶子 超酷的喔 有點麻花卷的感覺 真可愛耶 而是這個髮型還是前長後短 這也太新潮了吧 雙粉看耶 好,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蝴蝶子的顏色是否會隨著髮色改變而改變呢 有喔,果然 像我選這個黑色的時候啊 蝴蝶子就變成粉色了 大家看到嗎? 我們換每個髮色呢 上方的蝴蝶子的顏色都會跟著改變喔 哇,好可愛 這也超可愛的耶 這也是啊 其實我覺得褐色頭髮配上這種 金色蝴蝶子也超好看的 這也是 黑髮配粉色 真的超可愛的啊 無敵可愛的 好,那我們看第二個喔 第二也是這個 哇,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這根本是什麼娃娃之類的啊 超可愛的耶 有一種陶瓷娃娃的感覺 好,看一下喔 這邊綁了兩個小包包 又是一個把食物綁在頭上的概念嗎 怎麼感覺小朋友好幼兒 超的這種把食物連接在頭上的概念啊 真是仿惡裝置嗎 惡的時候呢 隨時頭上就有東西吃了 兩顆小籠包 讓我看一下吧 這個是綁蝴蝶子喔 那這個蝴蝶子的顏色呢 一樣會改變 不過這個蝴蝶子的顏色啊 跟剛剛那個顏色不一樣的喔 像這個黑髮是配紅色蝴蝶子 剛剛這個黑髮呢 是配粉紅色蝴蝶子 那只不過呢 它每個髮色搭配顏色都不太一樣 哇,這感覺很像聖誕節喔 這太可愛了吧 超生誕節的耶 還有這個 重點 每個都好可愛喔 這個蝴蝶子也好好看喔 好,我們看下一款呢 下一款是這個 這個很可愛耶 這邊放兩個小夾子 這夾子感覺有點像是 塑膠蝶子吧 上面還有條文紋路耶 會有發現嗎 雖然這不是非常明顯 可是仔細看的話呢 可以發現呢 這夾子上方呢 有些小條條文紋路 有點質感啦 它不是完全平面夾子 超酷的 好,我們看一下吧 這個夾子的顏色是否會改變呢 我會喔 這個 不同的顏色 我真覺得阿 它這個紅髮 配上這個 綠色的這種髮絲 真的好聖誕節喔 超可愛的 好,我看一下 好,那我們看下一款髮型吧 這個 哇,這是什麼 再度出現一個 把食物綁在頭髮上蓋裡 哇,還綁四戳 這是什麼 棉花糖嗎 童金粉 還有種葡萄串之類的 不過其實蠻可愛的耶 綁四小戳 感覺阿 那小時候 如果是女生的話 應該都有過這種經驗吧 就是被媽媽 或者是奶奶阿 都會被它綁一個奇怪的髮型 頭上可能有五六戳之類的 然後每戳的綁的位置都不一樣 綁那個 形狀也都不一樣 有沒有 真的阿 超可愛的阿 這個前後的髮型顏色 竟然還不一樣 前面是藍色 後面是綠色阿 麻花枕 這也太多麻花枕了啦 足夠這個小孩 是一個星期了 好,我們看一下吧 果然喔 它髮色也是變的 這個髮型都是變的 哇,這個髮型好好看喔 藍色配上粉紅色 還有這個 哇,這個超可愛的 還有這個 哇 這超可愛的阿 這個足夠包的幽兒髮型 真的好酷喔 好,我們看一下喔 下一款是男子的 哇,這也太帥了吧 根本是小帥哥阿 這個超迷死多少女生 超帥氣的 好,看一下喔 顏色部分都是一樣的囉 是那幾塊顏色 這個髮型好俐落喔 旁梯的這邊 有頭用髮辣嗎 老實說 怎麼感覺噴了很多髮膠阿 髮辣 好,那我們看吧 下一個是這個 哇,這是什麼 這個是自然準的概念嗎 感覺好酷喔 超酷的阿 雖然說呢 其實 我怎麼覺得又有點像食物阿 又有點同心本的感受了 好吧,我肯定又沒吃到了 那我們看一下囉 這個 這個髮型其實我覺得 讓這個用耳變得超可愛的 有種他都沒有睡到的感著 剛睡醒,頭髮落爛的 超酷的 這是什麼銀絲鑽嗎 這個 這個顏色 銀絲鑽 好吧 那髮型部分就是六款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帽子吧 有新的帽子嗎 沒有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新的視頻呢 也沒有 好,那我們來看衣服的部分吧 那我們來幫我們的這個可愛小朋友 換一個我最喜歡的髮型好了 我就最喜歡這個 這個太可愛了吧 超級無敵可愛的 那我們看一下囉 要不要有什麼新的上衣呢 我們先從上衣開始看吧 好,那這一次呢 多了六款新的上衣 第一款是這個 哇,這個太可愛了吧 這是兩個小蝴蝶子 然後呢 荷葉邊 這是我們的小菊花嗎 真超可愛的 完蛋了 我覺得在這個影片當中呢 我可以長個100次之類的 好可愛 是不是 讓我看一下囉 哇,什麼冰棒啊 這衣服根本就是我的菜啊 這什麼西瓜冰棒啊 這個呢,綜合水果冰棒 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好,下一件是什麼呢 素色的 這個也是素色的喔 這個呢,條紋 還有什麼 這個是條紋 還有這個 這超可愛的啊 這顏色感覺好鮮丹子喔 還有這個紅色的 還有直條紋喔 這個好好看 感覺超肚家氣息的喔 還有這個斜條紋 好,那再看第二款喔 第二款是這個 哇,這個超可愛的 好,那這個的話呢 後面還有小翅膀耶 還帶一個小項鍊 就是小蜜蜂的概念嗎 這個呢 這個是小蝴蝶 那這個呢 這個是小精靈 哇,這個翅膀好反光啊 翅膀還蠻精緻的喔 有一點這個喔 有沒有 浪浪的桿子 上面有浪片嗎 超可愛的 感覺超適合穿去什麼 派對啊 烤肉派對 或是穿去公園玩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件吧 夏天是這個 就是毛毛蟲繞一圈 感覺有點噁心啊 說實話 好啦,還是蠻可愛的 這個呢 哇,這個也超可愛的 這個是檸檬片 感覺只要有食物相關的 我都會覺得很可愛 完蛋了 那我們看下個顏色喔 這是什麼 哇,這個超大的橘子片啊 好,這個呢 就是水手服 這個素色的 好,這個也就是素色的喔 這裡有幾塊 好,這是什麼 這個是冰棒嗎 永遠不太像 好,還有這個 哇,西瓜啊 這西瓜也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呢 小鳥 這小鳥也超可愛的 好,我們看下一個呢 下一個這個 哇,這個完全被融化啊 這個是臉身帽梯啊 這個是熊熊嗎 熊熊臉身帽梯 後面好像尾巴耶 好萌喔 好,看一下 這個 這是什麼呢 小兔兔嗎 真的 就是小兔兔耳朵比較長一點 剛剛這耳朵 好吧 其實耳朵長度一樣 好,這小兔兔喔 很像貓咪 比較像兔子吧 水溫溫的眼睛 然後呢 還有這個圓形的 尾巴 就是兔子吧 感覺是 那下一個什麼呢 下一個這個 就是貓頭鷹 感覺好聰明喔 貓頭鷹 背後呢 也有貓頭鷹的小尾巴 好,下一個 哇 就有點邪惡啊 感覺像換人耶 反派角色 這是什麼 這是野狼嗎 感覺像野狼喔 這個眼睛眼白是 黃色的應該是野狼喔 果然 看尾巴真的看出來了 尾巴是野狼的尾巴 其實滿帥氣的喔 好,我們看下一個喔 下一個什麼呢 狐狸 這狐狸很可愛耶 然後呢 狐狸一幫 超酷的 超喜歡這個臉貓提的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個上衣喔 在這裡 哇,這個是蝙蝠色嗎 還有什麼 Superman 是不是 超人啊 超酷的 好,看一下喔 這個 這是超人來拯救了嗎 這個呢 哇,這感覺超酷的耶 還有這個白色的 這個呢 這個層面有個星星 感覺要超級一種風格喔 有種美國隊長的感覺 這個 這個超美國隊長的啊 還有什麼 這個也是 還有這個星星衣服 這個好可愛喔 不知道它走路的時候會飄起來呢 不知道 還有這個 後面有星星 星星草皮蜂 還有這個 也是星星的喔 然後這個呢 超級一種風格 還有這個 真的好可愛喔 好,那下一款上衣是這個 這個是POLO衫 感覺稍微的正式一點 這個是小車車的POLO衫 還有這個也是車車 然後這個呢 也是車車 這個POLO衫呢 跟小姐姐比賽 感覺比較正式一點 可能可以穿去正式場合吧 然後這個呢 素色的喔 還有幾件都是素色的喔 這裡 粉色的好可愛喔 還有這個紫色的 還有紅色的 感覺好聰明喔 還有這什麼呢 黃色 還有藍色 哇 超可愛的 好,我知道 我大概長了一百次超可愛的 可是沒辦法啊 真的可愛啊 看到這個圓圓圓圓的臉張 還有兩顆小籠包 那我們再來看幼兒的下半身的部分吧 那這一次呢 新增了六款的下半身 第一款是這個 哼 天啊 這是彩色的一個小短裙啊 好,這個聲音好像有點太長了 有一點把這個下半身擋住 我們給他換一件比較短的上衣喔 哪一件比較短呢 這個嗎 這個好像短一點點 這個小蜜蜂配這個裙子 真的好搭配喔 好,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超可愛的小裙子 得有什麼下半身呢 我們看一下吧 還有這個 哇,這個 這個其實綠色 配這個藍色好好看喔 感覺超乾淨的 還有這個 這些都是比較素色的顏色 星星 這個呢 這個是星星 好吧 那我們看下一款囉 下一款是這個 這個是一種燈籠褲嗎 對耶 後面還有 壞尿布的小扣子 燈籠褲 這個 然後還有什麼顏色呢 有這次藍色的 這感覺有點像睡衣啊 是不是 感覺有一點像睡衣啊 那我們看一下喔 後面的扣子顏色會變嗎 後面的扣子顏色好像不會變 對不會變 這褲子真的超酷的耶 好,那我們可以下一個喔 下一個是這個裙子 這個裙子呢 算是一個比較基本的短裙吧 基本的A字裙 那我們看一下喔 都有什麼花樣跟什麼顏色呢 這邊 那這幾款呢 上半部還有不同的一個 腰帶顏色吧 這裡 哇,這個好好看喔 這是漸層條紋嗎 超好看的耶 這是什麼 這是綠色 綠色跟橘色的 然後這個呢 藍色 好,那我們看下一個喔 下一個是長褲 這個也太酷了吧 這個是迷彩長褲耶 有種迷彩軍褲 迷彩卡吉褲的感覺 哇,這個軍綠色 這個呢 也是完整的軍綠色 這個呢 咖啡色迷彩耶 哇,可以組一個什麼 海軍陸戰隊之類的嗎 讓我看一下 哇,紫色的耶 紫色感覺好臭皮喔 跟這個軍綠色完全不同風格 這個是硬漢風格 超硬漢的 這個呢 八米風格喔 好,還有這個紅色迷彩喔 還有這個素色的喔 這邊有幾款素色的一個卡吉褲 還有藍色迷彩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喔 下一個是個短褲 這個短褲呢 是個格紋短褲 中間有一些四代的格紋短褲 這邊 那我們看一下吧 這個是格紋 這格紋啊 其實還蠻細緻的耶 不知道怎麼發現呢 這格紋其實還蠻細緻的耶 他格紋是漸層的喔 這知道有發現嗎 好美喔 然後這個呢 也是帶有點漸層顏色的一個格紋褲 還有這個粉色的 紅色 黃色素色囉 所以接下來幾款都是素色的 對,這個都是素色的 這個格紋也很好看喔 這個顏色 就是紫色跟藍色漸層嗎 還有這個珊瑚色的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款呢 下一款是氣氛褲 這個氣氛褲喔 我覺得好眼熟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氣氛褲呢 跟之前 都市生活 一款男士的褲子超像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的說哪一款呢 好,那我們來看吧 這褲子呢 後面有兩個小口袋 然後內外顏色不同喔 那我們看一下 有這個咖啡色的 然後這個呢 哇 這個後面的 後面這個口袋顏色也變了耶 變成粉色跟綠色 感覺這條褲子喔 其實還蠻適合當睡褲的 雖然說感覺有點像是牛仔材質啦 一點點 感覺是彈性布料吧 這個好可愛喔 紅色藍色的 還有這什麼 黑來的 這個超可愛的 這個呢 藍色黃色 跟這個小蜜蜂相也好搭配喔 好,那褲子的部分我們就看完囉 就是這六款 那我們再來看連身的部分吧 那連身部分 哇,這麼多喔 連身部分有十件啊 好,我們從第一身開始看喔 第一身是這個 哇,等一下 這個小蝴蝶子喔 有一點斷帶絲綢質感耶 浪浪的 超酷的 好,這個超好看的喔 那我們看一下吧 有什麼顏色呢 有這個黃色的 紅色 這個有種小紅帽的感覺 還有這個黃色的 還有這個藕色跟藍色 這個呢 綠色的 還有這個橘色的 還有這個橘色的喔 然後這個 哇,這個好可愛喔 我真的全身蝴蝶子有點浪浪的 感覺好質感喔 真的有那種斷帶絲綢的感覺耶 好美喔 感覺好有氣質喔 小氣質美女 然後突然發現呢 這個小外套是有小帽子的 這邊 好,看一下吧 下間是一個綠色的 然後這個呢 粉色跟白色 這個黃色的 還有藍色的喔 還有這個紅色 哇,前面是什麼 這個是狗狗嗎 到底暗黑風格之類的嗎 哇,後面還有這個 小蘋果 好,我們看下一個喔 下一個這個 這個也是紅色的喔 小紅帽的感覺 好,那我們看下一款上衣吧 下一款是個連身裙 這個好可愛喔 哇,後背還這麼酷 後背超好造型的 感覺超適合穿去玩水啊 或是去公園玩耍 感覺好棒喔 超爽爽的 超好看喔 好設計感 好,我們看一下囉 這個,素色的 哇,這感覺是不同風格 這邊只能換一個顏色啊 感覺就差很多了 這個呢,兩款顏色 這個也超可愛的 配這個髮飾藍色 感覺剛剛好 然後這個呢,黃色 有一種灰姑娘的感覺 有沒有,很睡美人 對 有一種睡美人的感覺 睡美人的衣服不都是 黃色跟藍色的嗎 然後這個 白色跟藍色 還有紫色的喔 還有紫色的喔 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土耳其綠嗎 然後這個粉色的 哇,這個紅色的好看喔 感覺好有氣質喔 讓我看一下喔 這個呢 這個好看喔 雖然說這個配色 有點睡衣風格啦 可是超可愛的 然後黃色 還有這個白色喔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款吧 下一款也是有連身裙 這個是這邊有荷葉獸的連身裙 哇 後面好交叉喔 我發現呢 他自己看 幼兒的連身裙 做得好看喔 如果說 那這個裙子 放大 套到全人身上 應該也蠻好看的啊 說實話 對不對 如果這裙子放大 放到全人身上 應該蠻好看的啊 這一件也是啊 如果說 好啦 如果要靈口 不要這麼公主風的話 我覺得 這個放大 然後這個蝴蝶先拿掉 留背後的設計 感覺超適合大人穿的 好棒 我們去看這裙子囉 還有選不同花紋嗎 葛紋的 這個也是葛紋的 還有這個素色的 終於 這邊 感覺超適合 穿去運動玩耍的耶 穿去公園啊 或穿去玩水 感覺超適合 這邊 那我們看下一件囉 下一件這個 哇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有一種洋娃娃的感覺 上面還有這個 玫瑰圖板 這裡 後面也是呢 都玫瑰圖板 這邊還有小開唱耶 這件細節做太多了吧 好我們看一下喔 有什麼不同花樣呢 哇這個好可愛 這個也是小玫瑰荒 這個呢 也是玫瑰荒 還有粉色的耶 這個粉色跟黃色配色好好看喔 那這中間呢 倒有點粉膚色的 大家有發現嗎 有點像淺黃色啦 有點鵝黃色粉膚色的感覺 配上這個玫瑰花 還有黃色領口 超好看的 這件 好我們看這根喔 還有幾件素色的嗎 對素色的 終於 真好看喔 我怎麼覺得啊 小朋友穿這個黃色衣服 感覺是很療癒啊 很溫很無害的感覺 好那我們再來看下一件囉 下一件是這個 這個呢 是一個連身的 連身的一個 嗯 算是吊帶褲嗎 有點吊帶褲感覺 其實有點小丑風格耶 就是上衣啊 感覺有點小丑風格 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可能是因為它的寬褲吧 跟龍褲變像這個荷葉的一個孔 這感覺也有點睡衣風格耶 好我們看一下囉 哇這個超級小丑風格的啊 還有還有什麼 還有黃色的 綠色 這個是 嗯 我怎麼覺得這個長得很像一種 植物啊 有沒有 叫什麼絲瓜嗎 這個還是絲瓜那個絲 然後這個呢 絲瓜地 這個好像絲瓜喔 天啊 算是蠻可愛的啦 這個呢 這個是黃瓜之類的嗎 然後這個呢 茄子 這個呢 好這個可能不是植物喔 還有什麼紅色的 這個是 很紅的茄子嗎 好我看一下 白色 哇好這個點點的喔 這點點是水梨形狀的 不像前面那個點點是圓形的喔 還有這個 哇這個條紋的 完全就是小丑風格喔 雖然說這條紋做的蠻有質感 有點 一點點的感覺 有點藝術感 其實還蠻色耐風的啦 這條紋 還蠻時尚的 好我們看一下喔 還有這個黃色的喔 跟藍色 還有這個粉色的喔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件吧 下一件是這個 哇這個也是個臉仙褲啊 臉仙燈籠褲 其實這一件呢 感覺有點像泳衣耶 感覺它可以當泳衣來穿 這個後面還有掃荷葉喔 這邊還有兩顆顆子耶 超可愛的 好我們看一下吧 有這個 粉色的 還有白色跟黃色喔 還有這個素色的 我真是感覺啊 這一件是哪裡當泳衣的 對啊 真的這樣覺得喔 真是掃褲 哇好星星的 好是什麼呢 星星的嗎 對 還有這個喔 好那我們看一下下一件吧 下一件 哇天啊 這一件大概是目前為止 我看到最喜歡的一件了 這件太可愛了吧 超級無敵可愛的 尤其是這個小點點 這個裙子大家會撒得好好看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超可愛的洋裝 都有什麼款式吧 哇還有這個粉色的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而且這個褲子啊 有點閃亮亮的感覺 有點 亮亮的質感 好像是 是鐵嗎 有點像鐵有點不像 然後我看一下喔 還有這個素色的 這個素色的感覺好氣質喔 超好看的 那我們再看喔 還有這個咖啡色的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素色的 所以接下來幾件都是素色的嗎 哇這個 還有這個長條形狀的 這個花圍也好好看喔 超可愛的 這套子超好看的 哇還有這個綠色 還有這個黃色的耶 這個好好看喔 紫色的 我真知道這件 大概是所有裡面的衣服 我最酸的一件了 真的好可愛喔 尤其是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好好看喔 蠻色配黃色 超可愛的耶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件吧 下一件是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小兔子嗎 小兔子之類的 還有一包 吊帶褲 好我們看一下吧 它是什麼 這是一個動物園的概念嗎 好看一下喔 這個是 嗯 有一點難猜啊 這是熊嗎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啊 如果知道它是什麼的人呢 可以在底下跟我說 我們一起來猜 猜猜了 動物猜猜了 第一隻是什麼 我猜是兔子 好第二隻呢 我猜是熊 或者是星星 第三隻呢 就會是狐狸嗎 還是什麼 應該是狐狸吧 九尾妖狐之類的嗎 眼睛感覺蠻邪氣的 好那第三個是什麼呢 嗯 這個是古往的動物嗎 好沒有 什麼都沒有 素色的喔 那我們可以下一件吧 下一件也是素色的 所以接下來幾件呢 應該都是素色的囉 這個還有顏色 這個是黃色的 這裡 然後我看一下喔 還有這個粉色的 還有這個紫色的 這裡有一種 很幹練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紅色的喔 然後這個 又來了 猜猜了 這是什麼動物呢 嗯 有一點難猜啊 可是什麼感覺 很像是神奇寶貝那類東西啊 這是我的感覺啦 這是什麼 伊布之類的嗎 我不知道 好下一個 好 這是好難猜的 這些該不會是 怪獸對打擊上面的動物吧 因為遊戲當中 不是有那台怪獸對打擊嗎 然後有一些卡片給收集 這些動物 或是生物 該不會是那些收集的卡片上面的怪物吧 不知道耶 好難認喔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小雕之類的嗎 雪雕 好 我真的不知道 好 我們可以下一件囉 下一件是一件 比較 休閒的 吊帶褲 這個 這個也蠻好看的 感覺蠻適合去玩耍的 爬上爬下的 我怕受傷 我怕磨破膝蓋 好 我們看一下什麼顏色囉 有這些顏色 這幾個不同顏色 這黃色好看喔 無妨是呢 我今天特別喜歡黃色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看一下囉 終於 有這幾塊顏色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件吧 哇 這件好氣質喔 感覺超市的參加什麼婚禮啊 殘會之類的 超氣質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件超氣質的洋裝 都有什麼顏色吧 哇 這顏色好好看喔 這個粉紅色真的好美喔 超美的 就是珊瑚粉紅配上這個肉色 超好看的 裙子大概是整套 我第一次喜歡的吧 因為這個配色我超愛的 這個好好看喔 糟糕 我好像超多第二次喜歡的 這個好看喔 這感覺就是很 有種食物的感覺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這個配色 直接有種食物的Fu欸 好 不過超可愛的 還有這個白色喔 還有藍色的 還有什麼 橘色 橘色 還有粉色 還有紫色點點 配上這個 所以它每個配色上面的花 顏色都會不同喔 真的蠻精緻的 好那黏身群的部分呢 就是幾件囉 那我們再來看我們的視頻吧 哇 沒有任何視頻 有鞋子嗎 有幸好三款新的鞋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第一款是這個 這個我點看不清楚欸 它前面是眼睛嗎 還是擋個圈圈 有點像眼睛欸 這小蜜蜂嗎 蜜蜂鞋 後面怎麼沒有翅膀 那我看一下喔 這個呢 這感覺是眼睛欸 還是蝴蝶姐 喔貓咪啦 這是貓咪 大家有看到嗎 這邊好像須須 有貓咪的呼吸 配上耳朵這裡 所以剛剛這個也是動物囉 這個真的是蜜蜂 這個是貓咪 這個是貓咪 所以這個是動物圓圈圈的鞋子 好動囉 要開始猜猜樂樂嗎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什麼動物吧 這是什麼 喔 這不是動物欸 這是冰淇淋吧 不是我 因為我餓的關係吧 對啊 這是冰淇淋呢 後面是甜筒 前面是藍色冰淇淋 下面還有糖霜 大家有看出來嗎 這個不是動物喔 這個呢 彩虹 這個好看喔 它是什麼 素色喔 黑色的喔 接下來幾款都是素色的囉 這個 這個又什麼 這個是小瓢蟲欸 這個太可愛了吧 感覺跟這個樣子裝好搭配喔 還有這個 紫色星星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款 下一款這個 哇 又是動物系列的 所以這一次它有用兒主題之一呢 就是動物系列嗎 感覺各種動物欸 好我們看一下喔 是否上腰換那個喔 比較搭配一點 這個嗎 動物系列 就穿這個 這樣 然後下半身 這樣 有沒有 好我們看一下喔 看鞋子還有什麼呢 這個爪子的 這個還有點毛皮的紋路欸 這個有點荷葉邊 薄絲絲的鞋子 超可愛的 還有這個 粉色的 還有什麼呢 白色 這裡 都是爪子 有點老虎爪的感覺吧 看最後一雙鞋子囉 最後一雙鞋子呢 是這個皮鞋 有點小短絲的感覺 厚底的耶 這也太心扯了吧 這個是最近流行的厚底啊 讓我們看一下囉 它的哪些顏色呢 哇 感覺好英文風情喔 好好看 這個 配這個上衣 感覺有點嘻哈風格 街頭風格 還有彩虹的喔 後面還有點荷葉邊垂坠欸 這個 對上好好看 還有這個 我真的感覺啊 它就是組合包裝中 幼兒的衣服 真的是有花心系在做欸 真的好精細喔 好 那我們幼兒的衣服還有髮型部分呢 就看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如果喜歡 記得幫忙一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 就是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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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